嘿!我是MV大熊MatchBear 今天首先要用這個鏡頭先來開箱一個東西 這個就是美少女戰士的扭蛋 這是朋友拿給我的 他一開始拿給我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拿給我 我打開了以後我就看一下 發現說他裡面有這個耳機的圖案 我就想說試試看這個東西 到底會是怎樣的 會變成這樣子 很美 很可愛 這個東西呢 只要有你的耳機是這種圓形的 比較小的線呢 都是可以直接裝上去的 他本身上面就有扶這個了 有喜歡美少女戰士的人啊 記得一定要去轉喔 那接下來就戰士了進入我們的開箱吧 今天的開箱有黏土華以及貓貓喔 嗨!今天我們首先請來的是露西法女神 這個是傳統的黏土人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 首先是這兩尊 黏土啊 就是黏土人系列 新的類型的模型公仔 OK!我們把它拆開了 哇!它裡面好多配件 東西超多的 一雙鞋子 配的下巴 這是可以跟黏土人一起共用的下巴 然後還有替換的手收 這一組最特別的地方呢 是它有磁鐵設計 就是可以把它給 貼在這種底座上面 不是如果穿上鞋子的話 就可以直接站在底部 直接站著 等一下我們來試試看吧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 細微部分 就是它的頭啊 手啊 身體 手呢 可動度 喔!還不錯耶 可以這樣扭動 接下來就是 我們來 脫掉它的衣服 看一下裡面的配件 它裡面的關節 是怎樣吧 我先看一下 喔!還好它沒有做出重點部位 嚇死我了 好的 首先呢它的關節有分為 胸口 然後以及腰部 胸口的可動度不太大 不過腰部還OK 就是要扭轉還可以 然後手部呢 也是有肩關節 肩膀的部分 在動的時候不要像我這麼醜慘 然後還有這裡 手臂 然後還有手 手這邊可以旋轉 腳呢它有 髖關節 不過髖關節可能要注意一下 整體來說可動度是還不錯啦 只是這裡有點讓我不知道該怎麼扭 因為有點害怕 它的好處呢 就是頭可以呼喚 不過我要先來看一下它的頭髮 的部分 喔! 它是說跟黏土人一模一樣的關節部分 等一下 這個男生的不能裝上露西法 要把女生的裝上露西法 而且我也不好意思在 鏡頭前面脫女生的衣服 先把它給裝上去讓它站在上面吧 其實整方便都裝上去了 我剛剛連襪子一起脫掉了 女生呢 關節應該也跟它差不多 就是各個部位 不過它裙子 呃! 胖子!內褲 女生呢 也要這麼內褲 所以我不能在這邊亂脫 太可怕了 我覺得我的頻道會被禁掉 要冷靜要冷靜 我呢要講解的部分呢就是 這個人物類型的頭 是可以互換的 這裡 因為新版的黏土人我還沒有那麼習慣 其實只要用這邊就可以 換頭了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要請到露西法 出場的原因了 這個黏土娃的系列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跟黏土人 完美的把頭給換上去 只要是可以換頭系列的都可以換喔 如果我想要先起來超把 露西法這一套衣服 做成它的衣服的話 一定會非常的美 本身像 這一系列一般最基本的黏土人的話 它的身體的可動度是非常小的 頂多就是手的手這裡可以動而已 腳的話幾乎沒有可動度 腰的話幾乎都沒有 然後如果把它給換上這個系列的話 它可動度就超大 我覺得真的很推薦喜歡收藏黏土人 喜歡可愛公仔系列的人來收藏這一系列 因為有另外一家廠商做的 這一系列的話 是做的比較貴一點的 可能光是衣服一套就一千多塊了 那這一隻的話 我黏土娃整個人 然後衣服啊 因為它是一個set 一隻算起來大概 就是連同衣服鞋子 各種配件全部加在一起才一千塊 然後又可以跟黏土武人做搭配組合 玩法 真的很棒超可愛的 像這樣子如果頭太重的話站不住啊 那這裡又給底桌 就是這裡有一個洞 而且這是夾式的喔 是很好用的 就是不像以前這樣子 就是黏土人都是塞屁股 這系列的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把它給撐住 從腰這裡撐住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它撐住了 翅膀掉了 旁邊很猥褻沒關係 那暫時就先這樣吧 因為我後面還有一個東西要開箱 貓貓 又是牛蛋啦 貓貓 這東西超可愛的 而且它居然可以做成全可動貓貓 我們一次來把三隻都拆開好了 OK拆好啦貓貓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蛋子吧 這一系列的貓貓呢 花色總共有三種花色 然後呢每一種花色呢 都有三種表情 我沒有把三種花色都轉到 可是我剛好轉到了 我看一下 欸我三種表情都轉到了 它每一種花色都有這三種表情 然後呢魚呢有 這兩個 一個是魚骨 然後一個是魚 啊掉了 然後這一系列呢 它就是 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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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重點就是在於它的可動度啦 一顆牛蛋可以讓它這樣子 可動度拉這麼高 真的是 很棒 喜歡貓的人我覺得 這個看到已經爆轉一波啊 可惜呢我就是想說 再怎麼有愛呢 因為如果真的要爆轉一波的話 太花錢了 而且如果 轉到同 重複的表情又重複的花色的話 應該會很崩潰吧 所以呢當小就決定就 轉這三顆 不管結果如何就是 停手拉 除了它的可動以外呢 它另外更厲害的地方就是啊 看到這個魚了嗎 沒有動對不對 它是 磁鐵 這可以拎著魚的 它是磁鐵 放著然後下去就可以吸起來 超可愛的 魚 骨頭魚也是 就這樣吸著了 Oh my God 太可愛了 這個東西 除了可動還可以這樣玩 就可以 兩隻 三隻魚 哈哈哈哈 喜歡貓的人啊 就算沒有啊 三種表情 或者是全部花式都轉到啊 說真的只要轉一隻也很棒耶 這個真的很值得推薦大家去轉 這一個轉單真的是 太用心太用心了 喜歡貓的人一定會愛到爆啊 還可以做這麼獵奇 扭爆 可動真的 你扭蛋來說已經很夠了 扭蛋這樣子真的很夠了 扭蛋這樣子真的很夠了 可以做到這樣子 然後還有這樣子 這樣子是不是很夠了 腰部也是 腰部也是完全非常可以扭動的 那等一下我會把這些東西啊 就是包含 黏土啊 貓貓的扭蛋啊 然後都是放在旋轉台上面 然後他們旋轉 然後讓你們看一下它的細節部分啊 以及它的精緻度啊 然後再決定說 要不要來買這個黏土啊 或者是扭這個轉蛋 今天是我第一次使用這一支麥克風做錄影 嗨 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收音狀況好不好 那不管今天你是要跟我討論 我的麥克風 新麥克風呢 還是要討論黏土啊 或者是扭蛋啊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喔 然後這一支新的麥克風啊 到時候資訊都會放在我的說明欄列裡面 這支價格還蠻便宜的 2000多塊而已 嗯 算是小幫手買給我的啦 呵呵呵 如果想要跟我聊天啊 或是想要留言給我 讓我看見的話 都記得在下面留言喔 趁著現在我的 粉絲跟訂閱數還沒那麼多 我還可以跟大家聊聊天的情況下 快點來跟我聊聊天吧 我這邊是MV大雄Machbear 那如果喜歡今天我的開箱啊 請記得訂閱按讚以及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的片子 作詞